在兵马俑博物馆中 我们仍可以看到2000年前统一六国的那支军队 从他们站立的姿势 甚至兵俑本身所处永坑的位置 这一切似乎都蕴含着某些神秘的规律 而这些看似神秘的摆放规律 难道和秦军军阵有着某些特殊联系吗 2000多年前那支所向披靡的军阵中 难道就有着详细的兵种划分 今天就由我为大家讲讲秦军兵种之体 秦国东晋争霸天下的道路中 胖揍了曾经强盛意识的魏国之后表示道 我并不是针对魏国一个 我是指在场的各位 到底还有谁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简直是 先秦时代翻版的竞技游戏呀 看不下去的赵果表示的不服 最终双方约了架 他们在一个叫长平的地方开了团战 当然结局比较悲惨 秦国连续超身之下 赵果团灭后 最终被一波带走了老家 虽然后来这场电竞游戏 啊不 长平之战解说者 史学家司马迁对这场战役的讲解 也不是那么详细 但是从字里行间我们依然看到了骑兵 清兵 骑兵 等字样的描述 从中可以推测出 当时秦军已经有了不同 而且详细的兵种划分 在兵马俑博物馆中 专家通过对兵用以及出土的数千件青铜武器的仔细研究之后 证实了这一推测 七米的长毛兵 虽然是比不上现代某些四十米长的大砍包 但是在战国时期 七米长毛兵组成的军阵枪头如林 方阵如山 徐徐而尽 前排倒下 后排立即补上 保持军阵不变 这是秦军最具杀伤力的兵种之一 不特意长毛兵这样之中配合的兵种 几兵他们使用几勾砍之刺 注重单兵作战 对于他们而言 掌握格斗的技巧和发挥个人才华是最为关键的 武器长度在长毛和几之间的匹约有3.5米 匹是将短剑装在长柄之上 事后是红银枪的祖宗 从兵马俑坑出土武器中 我们了解到三个使用不同武器的兵种 那么史学家司马迁所提到的骑兵 清兵骑兵 又究竟是怎样的 这些不同兵种之间到底是怎么样相互配合作战的呢 与之后事如何 请看下集分解 上回说到毛兵 几兵 匹兵 三个使用不同武器的兵种 今天我们继续了解一下 司马迁笔下骑兵 骑兵骑兵 到底是什么 他们又都是怎么配合的 对于打仗这款电竞游戏 秦国经常拿着六国练手 技术也就越练越高 在兵马远的研究之中 专家发现了秦军之中的骑兵部队 没有任何铠甲防护的清兵部队 以及马拉战车的车兵 司马迁笔下的骑兵 清兵骑兵也就有了解释 结合这些兵种划分 我们仔细查看永恒的兵马远分部 发现前三排是弩兵 弩兵身边还陪一个身着铠甲的士兵 负责保护他的安全 这就像现在流行的某款游戏 弩兵作为射手在挣钱 不时恶心一下对面 表示好想射点什么 原则上是 我能打到谁我就打谁 当然有时候控制不住 我看谁不尽一眼我就射谁 铠甲士兵是一个护甲很高的肉盾 时刻在弩兵周边 表示谁敢过来我就打谁 谁敢欺负弩弩兵 我就怼谁 在长平之战绝了赵军后路的骑兵 也就是清兵 就像是一级高超的侧主兵 伤害爆表 各种秀操作 还特别喜欢惯人后路 看到史记上写着 绝赵军后 你懂的 可名其妙就是一只恶寒 激动性强的骑兵 陷阵之志 有死无生 各种危险的骚扰 不仅打乱了长平之战中赵军的阵情 还顺手拆了个响心 接下来就是主力长矛兵 匹兵 几兵上场了 直接优势碾压 直冲冲向前就可以了 他们表示 我将带我头冲锋 谁挡我路 我就怼谁 赵军各种心力苦 对面的阵容显示没法打 最后干脆认输了 实际上 兵马俑中 还有更为细致的兵种划分 这种细致的军队体系建立 奠定了 秦统一六国的武力基础 然而更多的秘密 还隐藏兵马俑中 等待后人发现 喝水有什么好看的 还不快去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